老人福利政策的实施一直都是民众最关心的议题 台中市长卢秀燕的政见之一 就是要恢复65岁以上老人的健保补助 减轻长辈跟子女的负担 不过针对前市长林佳龙敬老爱心卡 每个月补助的1000块钱 台中市却从今年的2月15号开始限缩补助 从原本全额补助降为每次补助50块钱 针对这项老人福利措施的改变跟缩水 台中市议会在2019年3月7号召开的临时会中 有议员就拿出一张承诺书的大型海报 要求台中市长卢秀燕 保证在7月1号推行老人健保补助 并且当场签名让卢秀燕相当为难 所以我是担心说签金要不要签 所以我想做了整个议会的和谐跟公主旗见 可以做不能做市长 可以做不能做 今天你的数字都正确 你的财源有房 财源都没有问题 那你就访问你没有问题就签名了 虽然卢秀燕市长表示 目前台中市政府财政没问题 可以负担7亿3500万元的老人福利经费 7月1号起老人健保一定可以补助 但是在多名国民党议员的包围跟要求之下 卢秀燕到最后还是没有在承诺书上签名 让蓝绿两党的市议员都感到有点不满跟意外 我觉得很显然卢市长还没准备好 要把市长当好的样子 可能当选的也太突然了 所以没有准备好 照理说像刚刚这种场面 而且后面 其实在台面上虽然是 杨正宗一言提出的咨询 而且拿了看板要市长来签 但是实际上站在后面的都是 是国民党团的主要干部 如果可以做顺水人情的话 应该很阿沙里的就把他签下去 给大家投给他 期待他 结果呢 当时到现在七十几天了 还没办法恢复嘛 还要等到7月1号嘛 所以人家7月1号会不会再恢复 我就没关系 不过也有国民党籍的议员 替台中市政府说话 我们觉得爱心进导卡的调整 有好也有坏 那有好的意思呢 我们毕竟不能够花这么大把大把的预算 在计程车上面 那一个城市的要进步 跟我们社会福利应该是要0到99岁 台中市老人福利措施的改变 已经引起民众的质疑 跟市议会两党议员的角力 虽然进导爱心卡 是政府照顾长者的一项优惠措施 但是要考量落实整体医疗补助 跟社会福利 也在考验卢秀燕市长的智慧 跟施政的能力 记者蓝雨昕 朱克明台中报导